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373期 砰的一声响起 就在无敌一泉轰来之时 只见死亡真龙剑气惊天 瞬间收拢了漫天滔滔的死亡气息 石火电光之间 所有的死亡气息都化作了一道剑刃 剑刃闪烁着死亡的光芒 轰然劈在了巨大的黑暗拳头之上 轰的一声响起 一剑惊天 地动天摇 秦晨一剑斩出 那巨大的黑暗手掌上迅速地爆发出了刺耳的轰鸣 好像是这世间最坚硬的东西一般 可哪怕是这世间最坚硬的东西 也无法抵挡住秦晨如此可怕的一剑 砰的一声 漆黑的黑暗拳头在一瞬间爆裂开来 被灵力的剑气直接撕裂 不可能 看到这样的一幕 那黑暗一族的强者神色惊怒 发出了吏鹤之声 远处 严朽至尊他们也都震撼 心神狂震 因为那黑暗族人 虽然并非是至尊级强者 但是先前施展出来的黑暗本源之力足可洞穿天地 身为渊魔族人 他太清楚不过黑暗之力的可怕了 这是来自这片宇宙之外的恐怖力量 远远凌驾在魔族之力之上 这样的一拳 即便是渊魔族至尊都轻易无法抵挡 但是却是被秦晨一下子劈开了 这让在场上的严朽至尊 苦惩至尊 这些强者全都坐不住 心神震荡 一双眼珠子都震得大大的 在死亡真龙剑气 避开对方黑暗之拳的时候 黑暗族的强者全身光芒喷涌 他咆哮一声 把自己的实力爆到了极限 瞬间左右开弓 一口气轰出了几十拳 当可以轰碎星空的力拳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轰出之时 威力之强大 恐怖的无比绝伦 这种威力简直就是毁天灭地 一拳又一拳 疯狂地轰在了死亡真龙剑气的利刃之上 死亡真龙咆哮 滚滚地死亡规则之力泯灭一切 啵啵啵的声音一声声响起 恐怖的黑暗拳头 轰得死亡真龙剑气不断地咆哮 荡漾起了一层层的涟漪 似乎再这样狂轰烂炸下去 死亡黑暗族的强者 把死亡真龙剑气直接轰炮 将下方催动力剑的秦晨 一同轰杀一半 一时之间 无论是摩金长老等人 还是古魔长老几人 他们都是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一幕 如此恐怖的死亡气息 他们已经是隐约猜测到了秦晨的身份 一个是冥界天骄 一个是黑暗一族高手 两个人都是这片宇宙海外的强者 他们都想知道谁更胜一筹 那黑暗一族强者 此刻也感受到了秦晨气息的非凡 那滚滚的死亡气息 似乎不像是来自这个世界 仿佛是来自另外一片天地一般 他隐约明白了秦晨的身份 心头更加的震怒 无尽的黑暗本源 从他的身体之中一瞬间爆发出来 轰隆一声 永岸魔界的天道就差点被引动 须知 永岸魔界的天道已经是被冤魔族彻底掌控 但是 此刻这黑暗族人彻底爆发出最恐怖的黑暗本源之时 却差点隔着永岸魔界的天道 直接惊动这片宇宙的本源 无边的黑暗之力瞬间爆发 他不惜损耗大量黑暗本源之力 憋足了一口气 一拳又一拳地轰在了秦晨的身上 他想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轰穿对方的攻击 将秦晨直接轰死在这片虚空之中 不管对方来自无间魔狱 到底是什么目的 都是无法亵渎他黑暗一族的尊严 然而 秦晨却是倾笑一声 在经历过了几次对招之后 他已然是了解到了对方的实力 半步至尊 却是拥有至尊级的实力 甚至哪怕是普通至尊之中 也不算是弱者 秦晨心中震撼 这来自宇宙海的势力的确非凡 若是换作了任何一个万族强者 都未必是对方的对手 可对方遇到的却是秦晨 轰隆的一声 滚滚的黑暗气息如同是汪洋 将秦晨一下子吞没了 那可怕的黑暗之力疯狂涌入秦晨的身体中 要泯灭他的肉身 但是 对于拥有黑暗王穴的秦晨而言 这等黑暗之力根本无法伤害到他的本源 死 轰的一声 剑光通天 又是一条死亡真龙咆哮而出 这真龙化作了一道惊天的气息 张口疯狂地喷涌而出无尽的死亡之气 一下子死亡气息疯狂无比的飙升 亿万丈的死亡气息冲天而起 可以瞬间把一方天羽给泯灭掉 砰的一声 蕴含着无尽死亡杀气的真龙剑气 裹挟着可以泯灭天羽星河的死亡之力 冲天而起 这一次哪怕是黑暗族强者 多么疯狂地一拳又一拳轰出 死亡真龙剑气都是完全无事了 只见啵啵啵的一声声响起 这一道道黑暗权威根本就轰不穿死亡真龙剑气的防御 当死亡真龙剑气冲击而至时 黑暗族强者神态骇然 他刚才只顾着一味攻击 当死亡真龙剑气冲击的时候 他想逃都逃不及了 阿迪一声惨叫声叫起 黑暗一族的强者瞬间就被死亡气息给淹没 如此霸道无匹的死亡气息之下 黑暗一族的强者在眨眼之间就被瞬间吞没 他的肉身瞬间燃烧 化成了无数的死亡物质消散 扑底声 肉眼可见 一道灵力的剑光直接洞穿了他的眉心 定死了他的灵魂 是神秘秀剑 硬生生地洞穿了他的黑暗一族强者的眉心 轰隆一声 就看到这黑暗一族的高手的肉身直接燃烧起来 黑暗一族本就不属于这片宇宙 他们一死 体内所蕴含的可怕一种之力直接消散 尸骨无存 只留下了一道虚幻的灵魂 黑暗一族的灵魂 如同是一团漆黑的深渊被神秘秀剑盯在了虚空 疯狂挣扎 放开门座 这黑暗一族高手愤怒咆哮 灵魂剧烈地扭曲 他败了 身为黑暗一族的他居然败了 轰隆那一声 滚滚的黑暗灵魂气息涌动 他无法饶恕自己 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不远处 古墓长老等人也都是呆着住了 狠人 太狠了 竟然是将黑暗一族之人直接轰爆了肉身 简直一点缓转的余地都不该啊 阁下 此人是黑暗一族之人 还望阁下手下留情啊 之前一直没有举动的古墓长老 终于是按捺不住 急忙上前 焦急说道 他绝不能让黑暗一族的人死在他面前 否则 他约魔族必然会惹来大麻烦 那黑暗一族的高手灵魂被洞穿在虚空 身上惊怒 放开我 你敢动我不管你什么来头 我黑暗一族必然不会放过你的 那黑暗一族强者咆哮 试图威胁到秦晨 只是不等他的话音落下 秦晨冷笑一声 直接催动神秘袖剑 轰的一声 神秘袖剑发光 将这黑暗一族的强者的灵魂之力 直接吞噬 轰的一声 对方的灵魂直接破碎 魂飞破散 烟消云散 你 五魔长老等人看到了这样的一步 一瞬间却都呆着住了 心猪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一个莫名的寒意 瞬间从他们的脚底冲天而起 黑暗一族的人死了 而且还是死在他们的面前呢 完了完了 他们的一颗心瞬间沉了下去 涌动出来无尽的冰凉 已经是不敢再想象接下来的结果了 阁下 此人是黑暗一族之人 你如此杀了他 这 魔心长老瞬间上前 惊怒说道 只是话还没说完呢 声音便是戛然而止 就看到秦晨转过来的目光 冷冷地看着他 冷冷道 悲暗一族又如何 有本事 找我明界的麻烦去 再废话 本座连一块杀 那蕴寒无忌杀意的眼瞳一瞬间爆发出了可怕的杀意 令得魔心长老连连后退 一个字都不敢说了 堂堂中其至尊竟然是被连至尊都不适的秦晨给吓退了 这不是他挠 而是因为他知道 对方绝不是随便说说 而是真的有斩杀他的勇气 哗啦的一声 此时神秘修剑瞬间飞回到了秦晨的手中 消失不见 虚空之中 死亡气息久久无法消散 肇事着先前惨烈的一幕 走吧 秦晨对着冤魔之主道了一句 现在应该不会有人来阻止我的 阁下 你杀死了黑暗一族之人 还敢进入无界魔狱中啊 这无界魔狱中 是由诸多黑暗一族高手的呀 古魔长老急忙说道 黑暗一族之人被秦晨杀了 他绝不能让秦晨又被别人杀了 有黑暗一族高手又如何 本座还怕他们不成吗 秦晨不懈道 和冤魔之主 瞬间进入到了无界魔狱之中 瞬间消失不见了 看着秦晨他们离去的背影 古魔长老狠狠地跺了一下脚 这一下麻烦大了 古魔长老 我们现在要不要传讯组长啊 让组长大人赶快回来 魔心长老他们也都慌了 事情已经超出他们控制的范围了 不多 古魔长老直接摆手 他还算镇定 没有被冲昏头脑 想起了先前冤魔之主所说的话 知晓十渊至尊 根本不知道冤魔之主的身份 若是让族长回来双方见面 怕是难免会有一些冲突 此事族长回来也无法搞定 必须等老祖归来 再等等吧 古魔长老沉声道 你确定 放心好了 那田医院至尊身份特殊应该不会有事 古魔长老看着那漆黑一片的无剑魔狱 暗暗叹了一颗气 此刻 无剑魔狱之中 秦晨和约魔之主正在迅速地飞向前 站在外面 不自知 此刻一进入无剑魔狱 便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迷茫 放眼望去 前面是一片黑暗 一片的死寂 在这里 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没有任何光芒而言 而站在无剑魔狱之外 远眺无剑魔狱的时候 甚至让人感觉到前面就是世界的尽头 阳间的尽头 如果跨过了这里 那就是进入到了黑暗的世界 从此进入了阴界 不得不说 这无剑魔狱极其的可怕 秦晨一进入其中 整个人就好像陷入到了一片无法自拔的深渊 滚滚的魔族之力 疯狂地涌入到了秦晨的身体 并且试图排斥秦晨的周身 滚 秦晨嘀吓了一声 催动体内的死亡气息 试图将这股魔族之力排斥开来 但是 这无剑魔狱的力量却是无孔不入 甚至比深渊之地之中的深渊之力还要可怕 主人 你没事吧 冤魔之主连看过来 他的周身滚滚地磨起溶动 这无剑魔狱之中的力量围绕着他的肉身周围 可以看到 这无剑魔狱中的力量在接近冤魔之主之后 非但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反而是被他的肉身一点点地吸入其中 呼 吸 冤魔之主浑身的毛孔就好像是在不停地吞吐一般 肉眼可见 冤魔之主体内的力量在以一个颇为惊人的速度缓缓提升着 无剑魔狱乃是冤魔族的禁定 而冤魔之主乃是冤魔族的传人 这里的力量对其余魔族之人有着巨大的压迫 甚至是对一些冤魔族人也会有克制 但是对冤魔之主不但没有丝毫的压迫 反而是能不断地提升他身体中的力量 我没事 秦辰眼神冰冷 他就不信了 自己会抵挡不住这无剑魔狱中的力量 轰隆里上 一股可怕的气息从秦辰的身体中弥满而出 滚滚的死亡之气萦绕着 试图抵挡着无剑魔狱中的力量 轰轰轰轰 那死亡之力和无剑魔狱中的力量 在虚空之中不断地碰撞 发出了隆隆轰鸣 主人 其实你没必要抵抗这无剑魔狱中的力量啊 就在这时 冤魔之主突然到 秦辰看了过来就没到 什么意思 冤魔之主 称声道 主人 你或许不知道无剑魔狱的形成 冤魔之主抬头看天 我魔界之中 之所以会出现无剑魔狱 一切都是因为万剑魔术 万剑魔术 清晨面露疑惑 这是我约魔族的秘心 传闻 远古时代 魔神在万剑魔术之下悟道 创立了魔族 因而 万剑魔术 是我魔族的兽 然后呢 而当年 那万剑魔术的所在 便是这无剑魔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